小狗刚到家一直叫怎么办?苏鹏,职业寿医师 这种情况可以给小狗吃一些他们喜欢吃的食物 并用语言抚摸怀抱进行安慰 小狗刚到家一直叫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比较害怕 或者出现寻找妈妈以及同伴的行为 这种情况就需要家长对小狗进行陪伴 语气温柔地给他们进行讲话 虽然他们听不懂人们在讲什么 但是也可以通过这些语气来了解人的情绪 这样可以给他们比较安全的感觉 如果刚开始小狗比较抗拒人的接近 那么说明小狗是没有安全感的 害怕陌生的人和环境 这种时候就不要和他们强行接近 给他们充足的食物、水和足够的时间 这样他们会觉得周围的环境都是比较安全的 他们这样才会慢慢放松警惕 尝试接触新的伙伴、新的环境 这是需要一个新环境的适应过程 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